文化出帝又和大家介绍一些有趣的活动 其实在文学、文艺之外 日常生活都有很多有趣的活动 大家可以参与 其中一个小朋友特别喜欢 就是这个落膏的玩具 我自己的儿子都很喜欢砌这些落膏玩具 其实有些学术研究都研究过 喜欢砌落膏玩具的小朋友 他的推理能力、逻辑思考都不弱 因为你要去设计 将这些积木变成一个巨像的物件 都是一定的思考过程 所以很多家长都鼓励小朋友去玩这些落膏玩具 除了香港在K-1-1妙思设有 一个落膏室内主题的剪馆游乐场之外 落膏都定期会举办一些自己推动活动 现在他的品牌都不经过90周年 在全球都有不少庆祝活动 90周年的品牌 在香港会举行一个 叫香港周围玩创D 为主题的活动 如何玩创D 由8月开始到9月4日 会与巴士公司合作 推出一个巴士游 活现香港 叫做Walk in Hong Kong 其实说Walk 不过是坐车的 Lego是不会走的 参加者可以乘坐两层高的巴士 用落膏做主题 看到无论巴士车身 有很多落膏的广告 图像 小朋友真的很开心 加上本地的特色 也在巴士的内拢 布置了成为落膏的不同的装饰 甚至乎你和落膏公仔 手仔最有趣的 你想和他一起坐巴士也可以 在巴士里面有不同的商人座位 旁边有个落膏公仔 足以满足大家打卡的需要 隔车开的时候 拖着落膏一起看风景 也挺有趣 除了落膏之外 亦都在活动里 引入了很多香港文化 尤其是地道的 例如烧买、格仔饼 飞行企 这些满有香港情怀的东西 都可以在车厢里尋补 参加者上车后 还会获得一颗特别版的 落膏的火粒 即时可以发挥一下 自己的小宇宙去制作 在哪里上车呢? 沿途上车 不只是和公仔打卡 沿途还可以游览香港本地的 不同的路径 由周园冲太古城 港铁天后站 旺角朗豪方 和港铁大围站 有四个上车点 有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查询和了解 我网站是walkin.hk 可以找到他们参加的详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